一场发现了一只羊驼 整个脑袋都被卡在了洞里 他妈妈在一旁焦急的看着 似乎是非常担心自己的孩子 男子见词赶紧把土给挖开 费了不少力气将小羊驼拉了出来 小羊驼得救后 看了男子一眼 大概是在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就开心的跟妈妈一起团聚了 话说回来 这只小羊驼到底是怎么做到 将自己的脑袋埋进洞里的呀 下面这个男子就在自家的后院里 有了非常惊喜的发现 他在清理草坪时 发现一窝刚出生的小兔子 软绵绵的非常招人喜欢 不过小兔子们都在睡觉 丝毫没有发现男子 男子为了不打扰小兔子 赶紧把草坪埋上 这是个很有爱心的人 无度有偶 这天男子在草地上玩 发现草丛里有一窝兔子 只是兔妈妈不在他们的身边 小兔子想要偷偷溜出去玩 结果却撞上了男子 男子趴在草地上平视小兔子 小兔子完全不怕生 主动上前去跟男子打招呼 还跑上去撞了撞男子的手 似乎是在好奇 这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呢 这真是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你们有没有养过兔子呢